前脚刚刚召开发布会宣布自己已有妻女 吴尊转身就去接受了侯佩岑和好兄弟陈一如的爆料 必须得说吴尊现在还真的要像她的新书名字一样 决定勇敢了 想要知道跟吴尊相恋18年 然后结婚生子的吴太太是什么样的个性吗 想要知道在隐婚的那个阶段 人气偶像吴尊是怎么应对女儿当众喊爸爸这样的突发事件呢 下面就为大家揭晓 你有见过你的嫂子吗 嫂子 其实之前在台湾有啦 因为她刚刚入行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嫂子有跟她一起来 那她是怎么样的人 可以跟我们稍微形容一下 文静有气质 文静有气质 他们两个都画比较少 文静有气质 画少说的这是隐藏在吴尊背后多年的吴太太林丽莹 只是两人已经平静地隐婚这么多年 吴尊为何还会选择今年正式对外公开 我们只有问她说 为什么会要讲 然后她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她觉得这样子没有办法跟她女儿相处的很自然 在外面这样子多多长 她觉得一个当爸爸的会不好受 就像吴尊说的 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 她越来越无法再继续隐藏自己以为人夫 以为人妇的事实 因此久而久之 吴尊也逐渐不再避讳 我觉得大人就算了 我们还可以隐藏一下自己的情感 小朋友在外面看到你 他要就是要的啊 对啊 对 要你抱 就是要你抱 对啊 所以怎么办 你中间 所以我在这段 这个两年 踏小如真的事 我也不管 你知道吗 我也抱 我也不怕人家拍到 但我常很好奇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 会不会在外头就不小心巴巴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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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假如比如说在餐厅 那 没有 停 不行 小孩已经等于手术了 这样会伤到小孩子 还是你女人现在觉得 叔叔是爸爸的意思 比如说我哥哥在旁边 对 我哥哥就说 你叫我怎么样啊 我哥哥就会 真的 我哥哥就直接说 爸爸爸爸 我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 他就不理我哥哥 他就 巴巴巴巴 对 然后我就会 我去抱他了 对 其实说我身边的人 有时候会帮我演戏的 如果说女儿是 无尊公开一切的动力 那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保持隐身的妻子 林丽莹 其实更加不容易 据无尊在新书中描述 林丽莹正是她相恋 18年的初恋女友 可为了演艺之路 无尊之前 一直隐瞒着自己的感情状况 两人结婚四年 至今却连婚宴都没有举行 你当初跟太太其实有结婚了 对不对 对 然后有婚宴吗 没有 还没办 还没办婚宴 对 那你当初是怎么 有跟他求婚吗 那时候 其实我们谈恋爱很久 很多年了 我们第一天交往的 那个日期 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庆祝的 对 因为真的交往18年耶 对 真的 好难得哦 听说那时候她老婆 为了要跟她去旅游啊 对 还特地扮成空姐 对 扮成空姐 对啊 在飞机上 扮成空姐 这样大家就不知道说 他们是一对 谁啊 老婆 你是要乱讲 陈一如啊 陈一如 人家节目组请你来 是让你力挺好兄弟的 怎么走偏了呢 虽然假扮空姐纯属虚构 但陈一如讲述无尊 因为思念妻子洒下男儿泪 一下子让现场的空气 充满了感动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新加坡电话亭 无尊在那边打电话回文莱 在电话亭里面哭 真的假的 大跟女生 因为那时候他要出国念书对不对 去澳洲 对就是我们 我们谈恋爱了三个月之后 我就要去澳洲念书了 然后 然后我在飞机上 我爸就这边 我妈妈就这边 他写一封信给我 然后就在飞机上看 然后一开了 我的眼泪一直流了 对然后去到新加坡 转机对不对 转机嘛 对转机 去那边转机 然后那时候又没有手机 对所以就去电话 电话停 然后去买那个卡 然后打电话给他 就在那边 一直哭 对 所以我在那边 读不到一个月 我就跑回文莱 那时候还没学习勇敢 对那时候真不勇敢 就在几天前 夫妻俩又迎来了 第二个孩子的降临 在决定勇敢之后 想必无尊 也能更有信心 去当好爸爸 这个重要的人生角色 娱乐今天地综合报道